望着那些药族长老的背影 萧炎的嘴角危险 是想要在炼药树上找回点场子吗 不过那似乎也并不容易啊 萧炎一笑偏头看向药老 老师走吧 让我们也去见见那些所谓的大陆上 最为顶尖的炼药宗室吧 药老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呢两个人身形同时升空 摇摇的跟随着那些药族长老 对着山顶迅速掠去 药山之巅 云雾缭绕 奇异的丹香扩散而开 让人有种心旷神怡 宛如身处仙境之感 在药山的山顶啊 成片成片的药材宛如海洋般汇聚 这些药海的上空 凭空浮现着一座巨大无比的广场 广场的四周 有着四尊巨大的药顶 正升腾着丹香之气 烟柱直冲云霄 如今这悬空巨台 已有不少人影错立 一道道热闹的交谈之声 不断的传出 显得热闹非凡啊 目光顺着十台正北的方向望去 有着一座座十蚁并排而列 在这些十蚁的两侧 貌美侍女如同蝴蝶般的穿梭而过 灵巧的双手 把石桌上那些玉杯尽数针满 当萧炎和药老略上山巅的时候 目光四处扫动 刚欲就随意找个位置坐下来 那万火长老就从一方十蚁之上坐起 大笑道 药臣盟主 萧炎萧友 这边请 药臣和萧炎来了 天府联盟啊 没想到这两位都来了 据这个小道消息啊 这个药臣好像曾经也是药族的人 不过后来因为一些事被驱逐出族了 哦 真有此事啊 嘿呀 如果此话属实 那如今药族岂不得后悔死啊 万火长老的声音立刻引得诸多目光 看向萧炎二人所在的风向 如今的天府联盟在这中州上声势好当 显然就是中州霸主的模样了 而对于联盟的名义盟主和实质上的精神领袖 那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的 当下都窃窃私语 对于各种各样的目光 萧炎倒是未曾理会 他把目光看向药老 药老一笑说道 哈哈哈哈 正如你所说呀 我们可是代表着天府联盟 不给一个好位置的话倒是看清了我们联盟啊 文言 萧炎也笑了笑 两人身形一闪就出现在万火长老不远的地方 直接寻了一处位置坐了下来 一旁那机灵的侍女联盟上前恭敬的服饰 见到两人入座 万火长老冲着两人笑了笑 至于他身旁那些其他药族长老 却略微有些不太自然 这些长老的辈分比起药老都要高上一筹 若是药臣一直在药族 现在见到他们都得恭敬行礼呢 然而如今的现实却让他们明白 真要行礼啊 或许该轮到他们 天府联盟的盟主 这个身份已是足以跟药族组长相提并论了 药老居高临下望着下方巨大无比的石台 倾笑一声 药点的前夕没什么可看的 也就是药族之内那些年轻人露两手而已 药点真正的重头戏啊 在最后头 你若是能够从最后的比试中胜出 这斗气大陆第一炼药师的名头便是你的了 哈哈 老师 这第一第二我倒是无所谓 药族盛气灵人 我只是想用老师教导的炼药术告诉他们 当年他们的鲁莽愚蠢的举动 让了药族失去了一个真正的天才 肖炎 微微一笑说道 如今他的炼药术基本上已超越了药老 但他能有如此之成就 那却是药老所教啊 在这种场合 若是他的弟子能够轻易的 啊 力压群雄脱颖而出 那么恐怕药族之中 无人再敢阻挠药老 在宗族碑上留下双亲之名了 药老轻笑着骂了一声 你这个臭小子呀 然而他脸庞上却充斥着欣慰之色 得徒如此 天不薄他呀 即便你如今炼药术已尽大成 但想要在这药点中脱颖而出 恐怕也不是太容易的事 能够参加药点那最后较量的炼药师啊 基本上可以说是天地间最为顶尖的人 这些人的炼药术 恐怕就算单塔中都寻不出来呀 萧炎轻轻地点了点头 他自然不可能认为 能够参加这场较量的炼药师 会是什么三角猫的货色 不过呢 对手越强的话 他倒是越有兴趣 自从当年丹会与人畅快的比试了一番之后 萧炎已是许久未曾在这种场合与人较量炼药术了 而且呢 这一次交手的对象比起丹会的时候可是强上了无数倍呀 在萧炎和药老交谈之间 石台周围的人流越来越庞大 到的后来 在浩炎的声音之中 天空上云层翻涌 玄机呀 竟然自动分开 一道身着白袍的白发老者 自其中缓步走出 他脚掌所处的空间 居然发出阵阵奇异的波动 无形的空间呢 都仿佛在这一刻凝聚成了实质一般 要足足掌啊 看着这慈眉善目的白发老者 萧炎的眼中略过一抹凝重来 从后者的身上 他感觉到一股异常强悍的气息 这股气息比起万火长老都强了不止一个层次 药老眼神略微有些复杂的看着那白发老者 这便是药族的族长啊 药丹 如今的他可能应该处于七星斗圣的层次吧 不管如何 药老体内都流淌着药族的血脉 在见到药族族长的时候 心中也略微有些感触莫名 七星斗圣啊 萧炎 眼眸微眯 这应该就是药族之中最强者了 比起天府来 倒的确是墙上一些 远古种族的底蕴 的确让人羡慕啊 天空之上 那药族族长 药丹苍老的脸庞露出一抹柔和的笑容 对着密密麻麻的人群拱了拱手 然后他的目光越过众人停在药老的身上 目光微微闪烁 有些复杂的味道 坐在药老身旁的消炎 感受到药丹的目光 面色不变 身旁却是黑光一闪 北王再度出现 目光淡漠的盯着药花丹 宛如一头瞬间就会抱起杀人的凶手 药老缓缓抬头 目光直视着药丹 淡淡一笑说道 见过药丹族长 药臣 我们都走了眼啊 药丹的目光凝视着药老 旋即看着消炎 目光在他身边的北王身上都顿了顿 一声分不出异味的轻叹 脚步一脉 出现在众多药族长老 宫营中坐上了主位之上 就在药丹刚刚入座的时候 又是一道包含着沧桑的声音 缓缓在天空上传荡而开 药丹老头啊 这一次你终于舍得出关了吗 就在这药丹刚刚入座的时候啊 又是一道包含着沧桑的声音 缓缓在天空上传荡开来 与这道声音同时传来的 还有着一股浓郁到极致般的药香的味道 然后众人就见到 在那遥远的天边居然还有着绿光闪烁 几个瞬息间一尊淡绿色的药顶 迅速破空而来 在那药顶上啊 盘坐着一位身着普通麻衣的老者 在老者的手上 组着一根宛如药草编织的拐杖 这拐杖上啊 挂着诸多玉瓶 摇晃之间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 见到死人 药老的眼中顿时掠过一抹惊叉 哦 神农老人 没想到这位前辈都现身了 一旁的硝烟先是一愣 轩急也想起了什么似的 眼中凝重之色大涨 这位神农老人名头听起来 虽然不是很响啊 但他却是炼药师当中极老的老前辈了 就算是药老与他相比 都只能行晚辈之礼 没想到这位失踪了许多年的人 竟然会在这儿出现 不愧是要点啊 硝烟清甜嘴唇 心头突然有些滚烫起来 若是能够与这等人物比赤炼药术 那方才是让人有些热血沸腾啊 药丹清笑出声 你这老家伙竟然还活着呢 不过他神色间倒没什么惊诧之意 神农老人 自药顶上站起 袖袍一挥 就把药顶收了 他沧桑的目光在周围扫了扫 然后停在硝烟的身上 他轻轻惊一力声悬起笑道 这多年未曾出山 没想到中周上又有这新人出现 如此年轻 灵魂力量就打天井大圆满 真是令人诧异啊 萧炎微微一笑 在众多目光注视下 从容一抱拳 见过神农前辈 嗯 神农老人笑眯眯的点了点头 他刚要入座 眉头突然一皱 他转过身来望向身后 那里突然有着黑云涌现 最后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 眨眼之间呢 就达到山顶之上 黑云凝聚 化为一道身着黑衣的中年男子 随着此人出现 这片天地间顿时传出滴滴污名之声 仿佛灵魂的哀鸣 黑衣男子淡淡一笑 不急不缓的声调 在半空中传了开来 魂族魂须子 不请自来 还望药丹族长 勿要见怪啊 魂须子 听着此人之名 萧炎身旁的药老 猛的身体一震 眼盲中寒芒涌动 这魂须子老是认识他 药老的反应让他萧炎微微一愣 目光望向天空上这道黑衣的中年人 他眉头轻皱 又是魂族的人 这些家伙总是神出鬼没的 药老沉声说道 还记得我当初和你说的小丹塔之变吗 那位曾经潜伏于小丹塔之中 并且最后背叛打伤他师父逃走的那位魂族之人 药老的声音中有着说不尽的厌恶 萧炎心头一震 那个人就是魂须子 嗯 药老缓缓地点头 目光注视着天空上 魂须子他声音冰冷地说道 这个家伙在魂族中地位极高 就算是魂灭声都比不上他 没想到这一次竟连他都被这要点吸引来了 魂须子对于魂族相当重要 若是我所料不差 魂族收集那么多灵魂的阴谋 应该也有着他的谋划 若是能够把他除去 不外乎断了魂族的左膀 有臂啊 文言 萧炎的眼眸微眯 眼中有着些许的寒芒涌动 对于魂族他是欲除之而后快 若是有机会的话 他倒想试试能不能把这个魂须子 给宰了 耀老青生说道 不过也不要大意啊 这魂须子在炼药树上的造诣极其之高 不然当年也不会被小丹塔塔主看中 并且收作弟子 再加上如今这么多年的修炼 其炼药树必然已达到高深莫测的地步了 萧炎点了点头 能够在这强者如云的魂族中拥有着如此之地位 要说他是庸人 恐怕连三岁小孩都不会相信 轻敌之事 他自然是不会做的 魂须子 你这家伙怎么来了 我药族可没请你 魂族多年来一直抓捕灵魂 甚至不择手段对炼药师出手 夺起灵魂 这之中肯定有不少你魂须子的指示 对 不能让这种人参加我们药族的大典啊 这魂须子一落面啊 立刻引来众多药族长老的激烈的反应 一道道怒目都对着魂须子投射而去 历生不绝于耳 在守卫上的药丹族长和一旁的万火长老对视一眼 却发现彼此都是紧皱着眉头 显然这不请自来的魂须子 有些出乎他们的意料 对于魂族 药族一向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 这个远古种族比他们悠久许多 数千年来 不论其他远古种族如何的变迁 但唯有魂族依旧保持着神秘和诡异 偶尔间展现出来的恐怖实力啊 却让人不得不万分忌惮啊 再加上这些年 灵族和石族诡异消失 药族 雷族 炎族 三大远古种族对于魂族和古族也是心生戒备 所以当在看到这个魂须子竟不请自来的时候 心头都有些不愉快 不过 好在他们现在清楚这个局面 因此至少脸庞上呢 还保持着身为东道主的效忠 天空之上 这魂须子双手赋予背后 目光直望着药丹 但笑道 看来药族朋友似乎并非很欢迎我呀 这欲药族的浩客之道 有些背道而驰嘛